马云本不是娱乐圈人 但因为与娱乐圈的明星混得非常好 所以也经常做一些能轰动娱乐圈的事 比如前段时间与李健合唱的传奇 能成功把李健带跑篇 还因此上了热搜 虽然马云舞音不全 但酷爱唱歌 而且还爱听歌 不过以马云这样的地位 他并不是谁的面子都给的 不过53岁的他却冒着大雨 去了一个女人的演唱会 到底谁有这么大魅力呢 原来是王妃和窦韦的女儿窦静鹏 窦静鹏今年才20岁 不过成功继承了爸爸窦韦和妈妈王妃的歌唱天赋 小小年龄是又会唱歌又会写歌 就连马云都忍不住要冒大雨去他的演唱会 生于1997年的窦静鹏 现在年龄还是很小的 但是已经是出了名的才女了 个人原创的with you是他15岁时首发的 到现在为止已经发出了两张全创作专辑 让人赞叹不已 当天马云打扮得特别低调 但因为长相奇特还是被网友们认出来了 窦静鹏的演唱会现场非常火爆 台下的观众也非常的热情 都在为窦静鹏疯狂的打扣 观众们举起手机的姻缘牌 一边跟随歌唱一边不断尖叫 热情也是阻挡不住 场面一度也是火爆到不行 马云就低调的站在人群中 还手拿咖啡去听演唱会 其实马云除了跟赵薇关系好 跟王妃的关系也非常好 所以才贸宇也要支持窦静鹏的演唱会 在窦静鹏演唱会结束后 马云 窦静鹏 王妃还一起去了KTV唱歌 赵薇曾经形容过王妃 要么不唱 要么唱一晚上 据说那天王妃是非常的嗨 唱得非常欢乐 马云虽然五音不全 但汪峰之前在鸟巢的演唱会 马云也去了 在现场也是嗨到不行 高潮的时候还忍不住合唱 其实马云还是比较有天赋的 他是一个被长相耽误的歌手